九派新闻报道 九派新闻是根据韩媒日朝鲜报道的 朝鲜政府命令在俄的朝鲜贸易公司挑选300到500名志愿兵 援助俄军预计二月中心抵达顿巴斯 厉害了 被派遣的支援兵包括隶属于朝鲜博方部 隶属于社会保障部第七总局等 被派遣的确确人数不多而知 第一批将由三岛五百人构成 招募有阳格的要求 必须为19岁到27岁的朝鲜已婚男性 其家属也必须在朝鲜 这是啥意思 此限制有利于朝鲜军方保证志愿者安全 也能避免志愿者通敌叛逃 俄罗斯副总理马拉特·库斯特努林 盛赞朝鲜人的工作效率是俄罗斯的2.5倍 劳动能力极强 据朝中社报道 2023年1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抛妹金正宇表示 朝鲜将始终跟奋斗投入维护国家赠源和名誉 首顾主权和安全斗争的俄罗斯居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就会行了 这回这个压死鬼又拉了一个 拉了一个病死鬼下去 早死早脱生 太好了 一起过会吧这次 看看还有哪个邪恶的国家还要一起